日元对美元今天一度灌破了160价位 创下34年新低 随后又急拉回到了155价位 这是日本当局进场介入吗 目前不得而知 不过这也反映了美国和日本的殖利率历差 依旧有很大插曲 日本黄金州426开炮 冲绳迎接爆发的国旅人潮 不只是探亲房友等长假安排 主要恐怕还是因为这个 我想去国外度假 但现在日元贬值太厉害了 日币对美元一贬再贬 已经突破日本人能接受的心理关卡 出国度假成了越来越奢侈的愿望 为了节省餐费 我们有时候不吃早饭 只吃一顿早午饭 有时候就吃从日本带来的素食作为早饭 都到了夏威夷 还在吃日本带去的饭团省餐费 这就是日本民众面临的困境 大家都跑去日本玩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日本人的心情 日本人哪里都不能去玩 因为日币变好便宜 他们去哪里都觉得很贵 所以他们就只能留在自己国家玩 光是在今年黄金州 预计透过东京成天机场 出进的日本旅客是43.85万人 和疫情前2018相比是减少百分之十 3月份120万人的出进人次 和2019年同月相比 也是只占六成左右 事实上从3月19号 日本宣布解除负利率政策开始 对美元走势一路往上 4月29号盘中一度扁到 160.245日元对印美元价位 随后日本央行疑似出手足扁 后来回升收在155.86日元对印美元 如此便宜的日币 别说出国度假 就连日常生活都快hold不住了 越来越买不起 便宜日币及输入性通膨 掐住民生咽喉 相反的对观光客来说非常有利 外国人在东京参加拉面团 到处尝鲜 看在当地人眼里 涨价早已抵消美食的疗愈感 专家认为会如此是因为 日本央行的利率动作太过保守 加速了这一波贬势 他上个礼拜并没有入市场预期 开始缩减过载规模 另外一个是美国的问题 美国跟日本的利差就进一步的拉开 这也让日本的资金流出的速度加快 导致日币开始产生巨大的贬值的压力 日元和美元利差人大 美元强日币弱的趋势短期难有改变 这也导致日本国内物价通膨压力不断堆叠 日本央行难道没听见民众心声吗 有听到人是保守行动 考量因素包含外销导向的大型系列 以及日本庞大的国债规模 问题就是日币几乎保持暗兵不动的被动态势 还能撑多久 这个其实对于日本人的情绪 或者实施购买利益 或者是对内阁制度 其实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我觉得BOJ在考虑的时候 非常的专业考虑是没有错 但是都没有考虑到整个 整个日本政府的运作的态度态势 我觉得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而日币贬市会不会触发新一波 亚币禁贬战 南韩央行总裁李昌庸 日前坦言汇率波动有点大 亚币疲弱让中国大陆南韩 日本都像压力锅 如果韩国撑不住 那下一个受债是谁 那就是中国大陆 因为在高端产品这个地方 韩国是跟日本竞争 但是在低端产品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跟中国竞争 就怕陆韩跟上日本开代扁第一枪 引发新一波汇率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特斯拉的执行将马斯克 造访中国大陆 跟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 马斯克强调愿意进一步深化合作 而就这么巧 陆方随即公告 特斯拉一切数据都符合规定 稍早美股开盘 特斯拉股价立刻飙升超过10% 广告展示零百加速3.1秒 特斯拉秀出最新车款 Model 3 Performance 号称从外观内装到性能全升级 在台湾基本款就要233万 推出新车同时 特斯拉CEO马斯克 打私人飞机 星期日无预警降落北京 可为将近一年 趁着北京车展期间 再度来到中国大陆 每多讲几句话 加紧脚步去找国务院总理李强 因为有任务在身 北京以交通状况为由不让特斯拉在中国推出全自动驾驶 也担心国安资料外泄禁止数据传输 不过从画面看来马斯克和李强这次有说有笑 马斯克表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是特斯拉表现最好的工厂 这得益于中国团队的勤劳智慧 特斯拉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合作 取得更多共赢成果 拜会李强后北京给面子 马上宣布包含特斯拉在内车厂 符合四项要求将陆续解除禁令 但马斯克更担心的是全球市场 特斯拉第一季交车38万6810辆 不但低于预期还比上一季少两成 更是新冠疫情过后首度出现交车年减 专家分析特斯拉要怪的不是只有电动车需求下滑 内外因素夹急想继续维持竞争力 特斯拉硬着头皮降价了 上周宣布降价 两天后台湾也跟进 Model Y和Model S变便便宜 其中后轮驱动Model Y一口气降台币6.5万 至于Model 3售价没有动 但价格再怎么样 有可能赢过中国超低价电动车吗 大陆电动车百家争名电池刚才都比较便宜 甚至还有正福布贴 国际能源署预估2024中国电动车销售占全球六成 但市场需求恐怕跟不上产量 河南路特丹港放一望去 挺满满的中国电动车 还没人下单已经送到港 有些车等不到买家 一放就是好几个月 功过于求真实上演 卖不出去的电动车 恐怕又会带动一轮恶性消价竞争 好那未来有可能出现电动版的空中巴士吗 加州的电池制造商投入生产细阳级电池 号称这个除电容量 比特斯拉Model 3多出了75% 透过高能量密度 可以让无人机飞行时间倍增 电动车多跑400公里 土士崩落地震酿灾 山区游客失踪 空拍机能去到救难人员肉身 无法到达的地方 无人机防搜救人员掌握现场 科技救灾让视野变广 但因为电池续航力限制 平均只能飞30到40分钟 每钟不足 不止无人机 电动车的里程焦虑 也是电动市场最大痛点 电池是电动产业核心 为了解决续航力问题 美国电池制造商 用细奈米线阳级技术 研发高能量密度电池 当我说高能量密度电池 所有国家文实 mast calendar They have high energy density і we are actually achieving double the energy density 手上这颗大中小不同体积的电池 看起来与一般电池差不多 但它的除电容量 号称比特斯拉Model 3多75% 体积则减少37% 假设我原本Model 3 我可以跑600公里 假设我不知道这个实际数据 可是也许我这个弄上去以后 我能量密度改善 我也许可以跑到800 或者是未来可以到1000 我同样的体积下 对消费者来讲 会有效的舒缓他对于里程的焦虑 手机今天我们的待机的时间 我们当然是越久越好 笔电也是 那再来我们的电动车的发明 电动不管是两轮的四轮的电动船 包括现在很多国家 很多厂商在研发的空中 Air taxi 就是可以载人的这种载具 它也会取代直升机 这都是趋势 最在意的充电时间 细腹级电池6分钟可以充0到80% 未来不只帮电动飞机展翅 还能广泛用于军事 目前已经销售给法国国防部 主要是航天航空 还有一些这个小型的电动运输 比如像这个电动自行车 再有我们就是在这个很多的工业和军事上面 有很多的应用 高手电池功能相当于锂离子电池 锡对于储存锂离子的能力是石墨的十倍 只要更换元件 就能实现比石墨高80%到100%以上的效能 锡腹级这个能量密度重要 这个能量密度它是决定了 我们这个电话能打多久 我们的汽车能开多远 我们的飞机能飞多高 所以这个能量密度是电池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 除了能量密度当然还有倍率 还有安全 还有充电时间 还有温度区间 还有成本 然而这间美国公司 也面临到全球市场的竞争挑战 像是宁德时代与比亚迪等 中国大陆电池制造商 加州的固态电池制造商SAKU等 很多的新的电池技术 实际上都在美国 但大规模的生产技术都在中国 那么我们希望 我们能借着台湾的这种 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我们能在台湾把这个做起来 所以说在电池 投入电池的研发上面 不管是材料制造上面 也变成说越来越多的 一些创新的技术出来 很多实验室都在 包括现在所有的固态 或是其他材料的 各种的电池 也就是说怎么样去把人类 我们带到 继续往前走 再向更进步的一个未来 2030年 电池市值估计将成长到 2260亿美元 这未来的新石油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TVBS新闻 徐坤山往后与台北采访报导 最近俄罗斯又朝乌克兰发射 34枚飞弹目标锁定能源设施 乌克兰已经失去八成火力发电 跟35%水力发电 乌克兰则回击无人机反攻 炸毁俄罗斯空军基地 两座的炼油厂火光死射 乌克兰无人机深入打击 俄国炼油设施 今年乌克兰对俄国炼油厂的攻击 达十几次之多 而这只是其中之一 乌军有备而来选定产能较高的 丽山州炼油厂 专家认为攻击的效果 还比西方制裁有效 因为俄罗斯因此产量下华 还下令禁止汽油输出 好供国内使用 但今年以来 全球油价以上涨12% 美国其实不乐见 频频攻击炼油设施 两年前乌克兰的无人机 完全没有这样的攻击性能 现在却能达到1000公里外的 炼油厂目标 等于俄国4分之3的炼油设施 都在打击范围 还有分析研判 乌克兰早就悄悄结合 AI技术提升准确度 一日前针对丽山周炼油厂的打击来说 就出现第二架无人机 追加攻击同个高塔设备 也有专家认为乌克兰已有所克制 画面中这些蓝点 12国石油出口西方的主要码头 大约三分之二的石油产品 都会经过这些地方 就算无人机打击范围越来越远 但乌克兰也得提防 遭遇俄罗斯报复攻击 黑夜中隐约见到巨大弹坑 周六俄罗斯就发射多枚飞弹 差点打中哈尔科夫一间医院 幸好波及医院的飞弹 但是落在大楼间的空地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乌克兰除了精进防空性能 也持续研发低成本的无人机 画面中这款名为Aris的侦查无人机 不仅安装简便材质 更令人大吃一惊 保利人为主的成分总重不过两到三公斤 却能飞行两小时约120公里 这样的低成本无人机耐消耗更能大量制造 其余扎波罗者战线 还有一群乌克兰士兵身份不单纯 画面中几名成员有的白发苍苍 已经是60岁以上的长者 这些人其实早已经不用当兵 却还是想为国家尽一份力 因此自愿组成机动炮兵部队操纵火箭发射器 只判早日打赢战争 即美国通过外援法案后 澳洲也加码军援 只是有些援助恐怕来得太晚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斯尔斯基最新表示 东部前线战况还是很危急 已经被迫从三个村庄战术撤退 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 俄军有机会朝阿夫迪夫卡周围推进 并对查苏夫亚构成威胁 只怕俄军若夺取这个战略高地 对乌克兰东部的情况又更加不利 电新闻综合导 而美中军被竞赛季海军规模追过了美国 中国大陆空军也快速崛起 美军印太司令坦言 中国大陆很快就会有世界上最大的空军 尤其是近年来解放军尖端战机的产能提升 格外引发关注 各型战控机打击范围远近兼备 加上支援机种在技术更迭下 不但推陈初心更自成家族 共军空中兵力阵容和舰队规模 两相比较毫不逊色 当然就是要拓展它的海权或者是空权 今天海军出去你都没有空间也不去 是机会上也成活力是能力的 其实我现在看得到的中共海军是 它准备不管是太平洋 印度洋或者未来大使洋进中 它现在也开始在建构它的战略空间 五角大厦所提出的2023中共军力报告中 初股解放军空军加上海军航空兵力 还算不上无人机 各型机种数量一共上看3150架 尽管仍逊于近年稍有缩水的 美国空军阵容 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却再次向参议院示警 中共未来式的世界最大空军 对安全的威胁不容低估 专家分析产能爆发促成的数量优势 还不足以全面抵消值的落差 值得持续注意的是 中共明确的扩军目标 兵力和无穷企图心 有限的西太平洋空域也难以容纳 美国国防部指控 近两年来共军军机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 造成了近180次中美空中危险遭遇 在两国撞击事故满二三周年的现在 问题更被放大 中美开始对抗以来 其实我们如果是观察 美国飞机飞到中国大陆附近来侦查的飞机 其实是那个数量也变得非常 以前可能是单机出来拦截 或者装机出来拦截 这样可能就是变成一群飞机出来拦截 基本上我认为中共在训练飞行演员的时候 当然普太会去努力他们去做这些危险动作 特别是中国大陆国内认为 劣势的价值就在于为了维护领土主权 和外军对抗 因为中国大陆其实他们是以陆地的角度 来看待海域跟空域 所以他们对于海域跟空域的保护 基本上还是有陆地那种防线的概念 这远征型的空军在平时 当然是设法去确保他的战略缓冲区 不要让他在大战略缓冲区之内 能够减少其他国家军机的活动 如果他达到这个目的的话 他可能接着就会去要求去 藉由一个新的国际关系 或国际制度的建立来巩固这个成果 设法透过军力的数量优势 替治权和法力撑出空间 听起来是不是和当前台海周遭动态 也有点类似 他的军机跟军舰 一定就会持续常态化的越过中线 并且尽可能的去逼近 我们中华台湾的陆地 这样子才能够去在行动上去支持 他对整个台湾海峡拥有主权 双方海空军之间短闭相近的情况 不断的增加的话 加上中共空军第一线人员 中共海军跟空军第一线人员 常常会有这种过激的行动 确实就会增加了在台湾海峡周遭 不论是海上或空中 发生这种军事意外的危险 阵容动作增加和擦枪走火的几率 隐约呈现正相关 即便中共不会只为了台海当面 请力扩军 但失出有名的地缘冲突 近年案例应见不远 TVB的新闻罗斯鹏 耶稣 谈不到 物价涨薪水不赏 让月底吃土的新贫族越来越多 最新调查显示 39岁以下劳工 将近四成的人财务赤字 而且是连续六年恶化 当中还有73%的人是负债一族 被学贷卡债压得喘不过气 在新创公司担任资深工程师 讲到投资理财 黄凯是同事眼中的PROG 减少日常开销 薪水不是存下来 就是买股票 在中立买房的房贷 也已经靠自己的能力缴清 现在目光投向海外置产 因为之前钱不够多 那钱不够多 其实钱会比较慢 通常你的存款过了100万之后 你的存钱的速度会变快 大概五年吧 五年之后就 就过100就越来越快 同样是上班族 潘小姐不是每天追着钱 就是被钱追着跑 存到钱蛮难的 蛮难 对 因为本身就是有一个房贷 对 然后房贷加一些其他的 就是基本生活支出 其实就是刚好大平 潘小姐是屏东人 原本工作租房都在高雄 婚后回屏东买房就业 每个月的薪水一毛不剩 全拿来还房贷 她和先生还有两个小孩要养 毕竟就是有了家庭 有了孩子 想要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品质 那也是希望说 他们可以在好一点的环境中成长 所以就毅然决然 就是买了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 刚刚看到两种不同的个案 您是属于哪一种 如果是前者 那么很恭喜 如果是后者 或许您并不孤单 根据求职网调查 39岁以下劳工收入减掉支出后 39.2%出现财务赤字 比率高于过去的38.1% 前年的36.3% 已经是连续六年恶化 过去这三年有所谓的通膨压力 那通膨侵蚀掉这个薪资 那如果这个清廉劳工 又是离乡背景工作 又有这个要负担 外食跟房租 那在整个这个物价上涨 以及升息的趋势情况下 可能外食开销跟房租的开销 也会增加的情况下 如果过去这个求学 其实又背负所谓的学贷 现在又要偿还的话 可能这样的一个财务状况 会持续的一个这个比较困窘 个人总存款平均13.6万 其中有23.2%的人表示 自己没有存款 零存足比例破纪录 学上加双的是 有7成3青年劳工透露 目前处于负债状态 清贫族的增加 跟整体低薪环境有关联 调查显示 比起刚进职场的第一份工作 薪水的变化有55%是增加的 31%是持平 甚至有13%是减少的 如果有增加是增加多少呢 答案是9626元 若以出社会八年的时间计算 等于每年平均缓步成长 1200元 越忙越穷 然后他领的薪资 不注意指引他 每月的生活所需的时候 他就变成月光族 很多的大学毕业生 一进到工作职场之后 事实上他已经是负债了 然后台湾偏偏又是低薪的国家 他领的薪资 他没办法存款 他每个月像在台北来讲的话 你一个月如果领基本工资 事实上他是存不了钱 消费者物价指数 通货膨胀上来的时候 那他薪资又没有调整 他就变成变相减薪 若低薪肿镜持续存在 穷茫世代面对通膨 高房价还伺 整体社会势必往不利的方向发展 清贫化会不会衍生成为老贫化 也就是说如果你一旦 目前整个生活呈现一个 比较严重财务赤字 而且存款累积速度很慢的情况下 也不太容易在60岁以前 存到你目标的退休金 那变成说可能60岁以后 要退休也不容易 甚至可能要被迫重返职场来工作 青年老公比较担心的状况 就是自己呈现一个一高 二低三步的一个窘境 也就是说这个虽然是高学历 但是如果面对这种 学非所用的情况之下 可能薪资的一个满意度 也是比较低的 那职场成就感也是低的 最后又导致买不起房子 那不昏不生的念头 是比较严重的 贫穷不只限制你的想象 还限制了你的一切 月底吃土足 何时才能翻身 TVBS新闻 陈又翔往后与台北采访报导 当然台湾即将在明年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您想要拥有一个怎么样的老年生活呢 调查显示有超过三成的民众 没有做好第二人生的财务规划 针对长寿疾病跟长兆等三大高龄风险 最好要及早规划保单 仔细询问投保的内容 工作20年的方先生 过去只有投保基本医疗险害 意外险等等 随着工作经历拉长 年纪增长 游乐家庭也开始要为未来做打算 副期的部分的话 我是希望说 至少你在退休后的生活是够用的 那当然如果说 你以后想要一些娱乐的部分的话 我是希望说 当然能多增加一些娱乐的支出 那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老实说 我上面有父母 然后也有小朋友 然后所以原则上的话 是希望说 能两方都兼顾的状况下 能运用我的一些资金 然后做配置 台湾即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未来65岁以上的人口会超过20% 等于每5人之间就有一人是超过65岁以上 所以在退休之后像是长照以及疾病都非常的重要 要准备多少钱才能够安心老都得提早做规划 人越活越长寿 台湾人的平均余命79.84岁 其中男性是76.63岁 女性则是83.28岁 在退休后不仅存够生活所需的开销 还得做好意外生病照护的备用金 尤其对长寿准备更是不能马虎 避免老老照顾的风险 如果可以的话 意外险的部分可以把它改成终身的 因为大部分的定期意外险都是到70岁到80岁 这之后就没了 所以如果改成终身的话 长辈在80岁之后 假设发生跌倒这件事情 很容易会比年轻人还要严重 那改成终身的就可以规避掉这件事情 根据受险业者调查数据 2023年超高龄社会跨世代需求痛点 发现年轻世代面对超高龄社会的信心分数最低 有37%民众认为得准备1000万以上才能安心老 有14%的民众认为得存2000万才够 甚至有7%的民众觉得2000万也不够 但调查中也发现 有33%的民众没有做规划 更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世代 也还没有做财务准备 大部分的民众其实整体的平均 只给了6.3分 所以勉强及格这样子 一个部分是针对健康的部分很担心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担心 长受了这个风险活太久了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经济跟财务的压力 这两个是消费者最担心的 健康一般的民众不管哪一个世代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三个疾病 第一个就是癌症 然后还有失智的风险 跟心血管疾病 这三个是不管是哪一个世代 都是前三名担心的这个健康的风险 对于超高龄社会 要安心劳的必要准备 不外乎是长寿 疾病 长照 除了普遍的长照险 医疗险等等 专家建议越年轻族群 投保规划的内容也会更完善 一般的民众在规划这个保单的保障的时候 针对重大疾病 然后长照 还有退休理财的部分 都是一个蛮需要就是及早规划的 那当然规划的时间一定是越早越好 因为如果今天是年轻的族群 开始比较早准备 他负担的金额比较小 他的杠杆就会比较大 其实你如果从20岁到30岁 这个区间就开始准备退休金 你可能不一定要到65岁才能退休 像20岁到35岁这样子的族群的话 其实他们现在是他们人生 刚开始打拼这个阶段 所以累积本金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时候医疗险可以选择 定期的医疗险做规划 因为在这个阶段 其实大部分他们的预算是有限的 一个月可能3000到5000元的预算 那其实3000到5000元这个预算 再做一个定期的医疗险 就可以把他们的规划做得很完善 退休金议题已经是社会险薛 超高龄社会来临 从年轻到中年 及早做好准备才能有本钱可以安心 TVV新闻中队容刘宜君台北采访不到 那如果以台北捷运划分消费力道 统计发现中山南京复兴 市政府这三站周边消费力最强 月均消费逼近10万 距南港站则是靠着商办 产业聚落跟建桑造证人潮迅速攀升 喜欢日本商品的民众一定不会错过这家连锁店 去年进驻南港后引起话题 因为针对这里的消费模式有通勤族又有小资家庭 引进了严选寿司还有日系美妆区 一开幕就引来话题 全台第三家店会挑上南港 就是看准人潮在近几年的成长幅度 从2019年到2023年台北捷运人潮成长规模最多的 第一名就是南港展览馆 第二名是南港站 第三则是红树林捷运站 而在南港这两站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 就是因为这里是台北东区门户发展计划 相当重要的地点之一 而且这里交通很方便 再加上园区的优势以及周边商圈 都是有助于人流规模的增长 光是这几年的成长幅度来到11.1% 新规划过的街区吸引了大型商办设施 还有企业进驻 未来四年台北市新增办公室供给面积来到76.6万坪 其中有一半集中在南港区 上班族集中来这里 当然附近的建案销售热度比起其他地区都还要夯 而南港站则是捷运共购的设计 一出站就是百货卖场 一旁还有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有活动人潮就会聚集 连带的就是商机浮现 的确就是各个站点的人潮状况跟各个地区的发展是非常直接相关性的 包括像是整个都市计划中各种大型的地区性的建设 或者说新的大型住宅区或者说商业的商办的一个开发 都直接性的关联到这个商务发展的一个成长性 政府的都市规划跟建设直接影响人潮流动 不过进出站人数除了各大交通枢纽汇集的台北车站外 西门站还有市府捷运站依旧是霸占者二三名 尽管受到了疫情影响这几年 两站曾经互换过名次 但两边的商圈各有各的吸引力 西门站吃的美食是外国观光客跟着其他人游寄立区的景点 市府站则是因为有各大百货林力 再加上周边的商办 想去知名连锁餐厅就会挤进这一站 特别是针对观光型的车站 其实影响的层面会特别的严重 所以在109年到111年这个疫情期间 那其实他们的民事有稍微有互换 就市政府站排到第二 西门排到第三 那我们看一下最近的112年之后的疫情 恢复的一个情况之后 那其实他们的运量都有成长 那以今年1到3月的数据来说的话 西门站大概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9成1左右的运量状况 那已经重新回到第二名了 但捷运援潮增长的趋势 还有这一个站 近几年异军突起 南西商圈来说的话 它其实相对之下 其实并不逊色像是中校东区 或是说新一区 因为其实南西商圈 它的腹地比较小 它大致上就是靠所谓的百货商场 来去做它整体腹地上面的商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能就会发现说 这样子比较聚集的这些商业的效果性 这个人潮的聚集性 其实相对之下会比起腹地比较大的其他区域 来得更容易创造出来这样子的 商业上面的盈余的价值 以及推升它商业上面的绩效的发展 消费力更是越来越惊人 在过去中山站附近是汽车材料的老街区 随着捷运发展 同样的一出站就开始逛 地下街再加上近几年百货进驻 周边店家从第一大类的青石店 没法杀龙 再到文青小店 没走几步都能逛 根据统计 40岁以下的人潮就是这里最多 结构越来越年轻化 甚至中山站是唯一30岁以下 比例将近20%的站 捷运沿线随着时间 还有政府推行的公共建设 有了不同面貌 更有自己的指标性跟特色 让这个贯穿双北的大众运输 不只是工具而已 还连结了城市的经济发展 TVB新闻中的荣耀轮台北采访报了 而每个人多少都有过负胀的经验 单纯一点的原因可能是消化不良 可以吃清淡一些 但肠胃科医师提醒 食道癌 胃癌 胰脏癌 也可能会引发负胀 如果有合并其他症状 务必要就医检查 腹痛 腹部胀气容易觉得饱 是我们国人生活中常见的困扰 有些人可能因为上一餐吃得比较饱 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 有的人却容易吃一点东西 旧胀气或是常常复发 导致进食量下降 影响睡眠品质 对生活带来许多困扰 其实腹部胀气可以分为 食指阻塞性或是功能性 食指性的未肠道阻塞的成因 包含肿瘤阻塞 肠沾黏或是肠扭转 需要经由医师诊断确诊 而功能性的负胀 则大部分是因为过多的 肠胃道气体所导致 平常肠胃道大概可以容纳 200cc左右的空气 身体会透过打嗝或放屁的方式 把多余的气体排放掉 超过一定的量没有及时排除 就会产生负胀的不适感 饮食吃太多的时候 也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消化的完 另外食物本身高油高糖 以及高淀粉的食物 也容易产生胃肠胀气的情况 所以我就会建议我的病人 吃得稍微清淡一点 以及不要吃太饱 特别是高龄长者 我会建议只要吃七分饱就好 饮食过后也不要就是立刻坐下 或者是这个弯腰 或者是说平躺 容易造成腹部的挤压 影响到消化的一个顺畅度 注意不要有一个便秘的状况 这些都有助于帮助我们 腹脏的一个环节 适度的一个腹部的按摩是必要的 有可能只是单纯的 只是食物消化不良 所造成的腹脏 其他造成的腹脏原因 有可能是你肠胃道发炎 其他药物造成的一些副作用 其他造成的腹脏原因 有可能是食道癌 胃癌 甚至是胰脏癌造成原因 所以对一个肠胃科医师来讲 患者到门诊 是因为负脏原因来求诊 他其实要考量的因素有非常多 消化到胀气的最大 有三个大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吃进来 第二个就是消化不良 第三个就是没有排出去 吃进来最多的原因 我们常见到的高油高糖的饮食 或是吃一些比较难消化的东西 但另外常吃的时候 你再吃口香糖 再喝碳酸饮料 他会产气产很多 是一些玉米淀粉或素薯淀粉 然后制成的像肉圆的皮 水晶角的皮 这些都要酌量的一个使用 在气泡类的一个饮料部分 其实容易也造成像碳酸饮料 或者是气泡水 或者是氮气咖啡 它本身就里面有一些气体的成分 那这个过量一个摄取 容易造成脏气 举例来说 吃饭时又高潭扩润 容易把空气顺带进入体内 可透过细嚼慢咽 及专心用餐来改善 另外饮食的种类 如果蛋白质或油脂类含量比较高 消化时间会比较多 也会容易脏气 可以借由我们避开 所谓的精子类饮食 或者是调整高油脂 高蛋白类的饮食的量 来做一个调整的部分 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最后一个部分 当然消化的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我们的食物之外 再来就是我们 消化到里面的肠内细菌的种类 这个也会稍微影响 这个整体的消化功能 以及产气的量 如果即使服药物之后 还无法达到 这个消除脏气的情况 也千万不要忽略 一些潜在严重的疾病 比方像胃溃疡 胃食道逆流 持有脂肠溃疡 甚至大肠的一些问题 都有可能产生脏气的 这样子的一个症状 甚至像胆结石 或胰臟的问题 也有可能产生胃肠脏气的情况 所以这些情况 千万不要忽略 在肠道里面 有很多的维生态 就我们叫肠道维生态 肠道维生态里面 有好菌跟坏菌 当你坏菌比较多 或容易产阶菌比较多的时候 你又素变 又没有常常排好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很多气息产生 医师提醒 经常感觉到负账的人 近时要细嚼慢咽 不可边吃饭边讲话 务必要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 养成定时排便的作息 降低疾病发生率 TVBS新闻张正安 钟德荣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游浪餐车